香港的模拟法庭 是一个团队战 您好 这个 好 这个第五个课题 将会由我来发布 我是今天 工程香港办公室的合伙人 那这几年来的话呢 其实政府也是 大力地支持大湾区的发展 包括的话呢 有很多的政策 去促进我们内地与香港 法律界的交流与合作 那我们第五个课题 考核的题目呢 就是香港的模拟法庭 好开心啊 Kim Kim开心了 我已经看到Kimberly 现在表情无法抑制地 兴奋与喜悦 好 那么呢 我首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本次出战的一个规则 来了 那么这次模拟法庭的话呢 我们所有的实习生 将会一起到香港进行 这一次遵循的是 中国香港的模拟法庭的规则 以全英文出战 真的 太对Kim了 良心定做 对 同时 案件将适用香港法律 Kim满脸都写着 稳了 哈哈哈哈 我们八位实习生呢 将会有两位作为代表 出庭对战 哦 两位 而剩下的六位实习生的话呢 将作为辅助配合 其实肖阳也应该可以 因为他是 英文也不错 牛津的硕士 那么虽然只是两位出战 但是注意 这一次是一个团体战 你们的对手将会是来自 静天香港办公室的小伙伴 所以说我们八位实习生 必须全体共同完成这一个课题 那么在我们这次的模拟法庭之中的话呢 我们的两位实习生 将会是代表我们的原告 在整个的庭审过程当中的话呢 进行总结成词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我们的实习生 需要提前准备一个 供法庭辩论所用的 也会与我们 静天香港办公室的小伙伴 所代表的被告进行交换 这个节目好好看啊 玩的节目是刺激 每次都是打架啊 那我们的 将会需要在 二十四号下午五点之前递交 而正式的模拟法庭 将会在二十六号进行 我就是战线拉很长 好消息告诉大家的是呢 这次我们课题的KPI 是非常诱人的 具体多少 我这里先卖一个关子 倘若我们在座的八位实习生 作为一个团队合作 能够战胜 静天香港办公室的小伙伴的话呢 那我们每一位实习生 都将获得KPI 代表我们团队出战的 两位实习生的话呢 将会获得额外的KPI分值 都会获得 但那两个人会更多 但是一旦 我们最后在法庭辩论上面 没有获胜的话 任何一位都将没有办法 获得KPI 那么代表我们八位实习生 出战的两位实习生 如果有愿意申请担任 这两个角色的 请在12点45分之前 电邮告诉我 但是在这里我必须强调 我们这次的课题 是一个团队展 是我们所有八个人的荣誉之战 所以说 无论最后是否是出庭的实习生 请各位务必精诚合作 一起做好这个课题 那好 现在各位可以回工位 帅 天哪 帅 我感觉一个个英语都好好了 让我压力很大 天啊 我没有学我普通法怎么办 您刚刚说就是 所有想apply都要给您发一封邮件来 对 但是你当然就只是代表你自己 好的 天哪 是团队展好开心 对 加油 我们加油 团队展好开心 对 对 没什么压力 是的 不用跟朋友去竞争 这件事情 这很快乐 对的 我不是很理解他说的话吗 他为什么又让我们自己发邮件给他呢 就是你想当你就发然后可能不知道怎么决定 完了 晓杨这么问 我怎么 我怎么感觉他 他可能不发了 我这点又是什么 他想刚刚发了一个邮件 你可以直接回复他就行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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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杨 发一个 发 发按个控制 撕吧 好香 其他刚才讲案例的时候 到后面我都听得有点晕 被告也被骗 对 原告也被骗 又不小心转错了 好多反律要点 而且还得是香港吧 他们 主要是对面他们都很厉害 肯定很有心念 肯定 挺难的 但我觉得我们的理也很有 我们要加油 我知道 我好喜欢这种团队战 我也是 很团结的感觉 对 有更好的 可以更带领我们成功 对 我们是要团队要赢 并不是要自己的表现 打好辅助位 对 大家心态都很好了 加油 明浩 他肯定要发的 Tim肯定要发的 我们现在可以 想一想有什么点吧 你们要不要先领一下试试 对 那我们现在这儿 还去婚姻试用那个黑板子 好 好 好 这种团战的感觉真的太好了 真的 氛围就很好 大家一起使劲 对 太棒了 洛璐这太有份了 目前是第三点 目前是第三点 然后 第三点还有谁 那个旋径 这个大家都在积极地讨论 那我们今天早上有讲过 那最后呢 代表我们八位实习生 然后来出战模拟法庭呢 总共会有两位 那我呢 总共收到了四位实习生的申请 四位 那还有一位是谁 我们会不会张亚琪啊 张亚琪不会 她刚刚已经那个了 这Kimberly虽然有主场之力 但是表现出了非常大的惊讶 是不是觉得自己 有被人挑战的威胁 对 对 当然 这个有主场之力的Kimberly 她还是第一个发出这个请战书的实习生 然后之后呢 我就收到了 忽明浩和言语 一个非常长的一个 三位神 然后之后呢 我就收到了 肖阳的申请 迈过去那一关了 这是对自己的一次突破 我觉得你们可以先把那些判断都下载下来 然后看一下 你过来看一下有没有这 是不是你学校里面的 因为就是这两本书应该是很有用的 终于到了Kim的主场了 等一下我们是明天上午互相交流是吧 嗯 明天早上我可能要晚一点回来 因为我要回一趟香港去拿书 那你们可以先讨论一下 我们等你回来吧 我们等你回来吧 那肯定等你回来 那肯定等你回来 那不 那不 好心一些 众望所归 我这会儿想 先把那十二个按摩 就下下来 PDF发群给 要不 好 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郭敏昊真是 自带这样一个大哥气质 真的 稳 稳 一直在帮大家考虑 帮整个团队考虑 因为快速找到一个 对对对 走 走 Campley 你来一下 走 加油 好难啊 真的 你们都做了分工了 分工了 这个里面你可能 你因为对中国香港法比较了解 那你要可能站在那个角度 多出一点力 你要起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作用 推动这个事情走 包括团队的协调 大家分工 那他压力好大哦 压力非常大 但是我觉得压力好大 我就觉得 既然我是有学过一部分这些 我又是来自香港的 然后可能你们对我的情望会很高 没关系 还是团队战 你这个不要有自己怀疑自己 我觉得你每一次的点都找得很准 那有团队的力量 毕竟是团队作战 所以要协作好 还是要调动发挥大家的积极性 那一定要有信心 我觉得你可以的 没问题 谢谢陈律 我去努力一下 加班归加班 你们还是要记得按时吃饭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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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不是那个八点 八点离开的King了 因为他现在有全组的希望 全组的希望 这算不算也是一个改变 算 我刚才把里边的一些都已经整理出来 大概就是这么一些交易在里边 首先就是Planet 把一百万给了陈南 就是那个诈骗犯 但是这一百万已经是我从考究 所以 沉远风雨潮着梦飞去 夜晚的星空 然后这个翻译板 真的是我不太通顺的感觉 你懂了吗 我平常看中文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不太通顺 是不是 这次七个人都懂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家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家的 我很晚了 吃一点了 他们好像都走了 我们第一部分写得怎么样了 第一部分还行 我们还 我还在研究第三个案子 然后 我也觉得可能公司也走不通 那你就是跟听力想得差不多是吧 我还没查到 财产面试之后是吧 对 哈啰 回来了 哈啰 嗨 出来了 哇 拿洗个钱 哈啰 快歇一下吧 对 休息一下先 没事 你们聊吧 看看你带的啥 你给大家卖了个香港的点心 这么好 带的书要拿什么 还是这个 要啊 你帮我 我的天 这么好 对 这么好 一眼不堪吃的 只想拿那个书 抱着就走了 你看他带的书 哇 这本真的太太 你带的书 好 你带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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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些书 应该我们会对那些法律概念的理解会准确一点 他们这些学霸 我真的是服他们 那怎么说我们现在去讨论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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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去讨论吗 大家现在去讨论一下初步的成果 好啊 好啊 走啊 好 你先进去 你们今天讨论怎么样呢 还没讨论呢 等你了 等你回来 我们下一期 今天你给我发了好多信息 让我问我这个 反正可能要画一些白板 那首先我们这间这个钱 就是有这么一个循环 原告人是因为说了诈骗 才把钱转到他上 然后才会转到他上 然后这事就是一个 根据我们有个案例 就是老师给我们第一个案例来说 他就是这么一个行为 就是建筑的信息 所以就是我们的原告人 对于这五十万 是有公司执行的 但是在那个Rainbow Rainbow案子里 那个法院不是后说 当这个钱停止存在 就存在了 就连接不到 对 我就说这个点 我昨天跟宇童也讨论了好久 因为这个其实追下去 也是对我们不利的 因为追到他那的时候 钱可能已经是没了 所以我们也不会拿到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更有利的 cost of action 就是 unjust enrichment 我们反正现在告的 就是告他 我们就只需要说明 他曾经手上拿着的五十万 是我们的 就由他来证明 他这个钱转给别人 他那个change of position 的defense 是不会成立的 然后我们会反播的点 第一就是inlegality 他这个人已经不能reli on this defense because他已经做一些违法的行为 所以法律是不会容许他去保护他的 他到底犯了什么法呢 就是我们材料里面后面有提到 就是洗黑钱简单来说 他处理一笔来自indictable offense的收益 所以他是犯了这个法律的话 他是inlegal 所以就是他这个defense 就不能提出来 另外一个defense不能成立的原因 就是他是没有good faith 换言之就是bad faith 大概我想这framework就是这么 清晰抽丝剥剪 大概就这样吧 你是不是有补充的可以出来 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我会来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 就是Kim Lee 昨天提醒我们的 为什么我们的这个case 是可以跟reading list里的case 可以相match的 我们这次主要用到的case 其实就是TTI这个case 我们的P 他可能以为这个陈曼是个基金经理 或者something 他可能是想转给real man 但是最后因为这个F的介入 他最后把这个钱转给了fake man 所以我们觉得这里的unjustice 背后的原因是mustic 都是大神啊都是大神 你说 就我的意思就是在那个TTI里 他可能就是defendant是直接 收到了plaintiff的钱 就是你觉得他没有一个 传出的过程是吗 但是在我们的案子里 他好像是有两个mustic 第一层mustic是p被f骗了 第二层mustic是f 不知道因为想要犯了mustic 把钱转到了d的手里 两个mustic 对 p转给f这一步的 这个转账行为是by mistake 那接下来f转给d 这个行为也是by mistake 所以相当于这个mustic 是传递下来的 好 还有就补充一点 你刚才说的mustic 其实除了unjust enrichment里面 unjust这个element以外 其实它也是可以构成 一个constructive trust的其中一个 的情况 好的 我觉得可能就mustic那边找一些 类案 好的 我觉得其他地方没有争议 我觉得这个案子其实也可以用这一点 lawful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这个案子 其实也可以用 因为lugifundant在知道这笔钱是一笔账款的时候 他还是把这个钱进行了洗黑 就是境外转款 就是他的这个处分行为 是不合法的 如果对方要援引这个trend position的话 我们可以主要从第三点和第四点 或者是第二点 这三个点来论述 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三个点 那个good face good face是说d在拿到这笔钱的时候是good face 还是说d把钱转出去的时候 他的位置发生转变的时候 趁着position的时候 他必须是good face 我怎么觉得他不是good face 不是对他是不是 所以对他们不利吗 for this define to stand的时候 他必须得证明他是good face 但很明显他并不是 所以对我们俩说是个有利的点 他并不是good face 没问题 好的 所以这一二三四 只要有一个点 我们能够把他打死 绝对不成立的话 对 那他们就是 对 我觉得肖阳展开了 他们还要承担举断责任的 对 好的 这个组 这个好好看 这个团战 火焰燃起来了我觉得 这个真是 就应该这样 那我们首先的策略就是证明 BFP只适用于 Proprietary Claim 第二步就是证明 即使BFP适用于其他的Claim 那他的要件也没有得到满足 你觉得Defense是 基于什么理由会提出 这个Bona Fati Propriet 是一个Defense 我们可以直接在第一步说 没有Proprietary Claim 我们组讲的其实是 Change up Position 如果本案中他没有收到这50万的话 他确实有可能会从其他地方搞到这里钱 但是在他收到50万之前 他是几乎没有钱的 主要是这个Unjust的这个点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从这个点去打过去的 法官说如果我转给A的行为 是Buy Mistake 那么A转给D B又转给C 后面所有的这些转账行为 都可以基于不当得力来请求返还 这是这个案件中最重要的一个点 全部加入了 就是说那个Prientive可以对D 以及他所有的后手的请求不当得力返还 对 这是那个判决中重心 关于Noran Receipt 就有三个构情要件 第一个是A disposal of his assets and breach of financial duty 然后第二个构成要件就是 就是它是否是一个获得了这笔钱才会把它花出去的账 我觉得他们现在完全是在一起工作的状态 对 就完全是 就没有PK的状态 对 不知道咱们今天的那个那边准备的 今天香港是吧 对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么认真准备 我是完全偏向这边的 真立场 我不管今天香港特不丢脸 跟我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挺可爱 没有理由 这是你爱 我喜欢刘绿 谢谢老师 李童 我最近可能也有两个人 你都罚我 谢谢 没事没事 我这个没有感情的查这个资料机器 也挺好的 他不然有一些窝泥了 他这样都要保释了 你没问问他到底为什么要进去了吗 爱情穿错了头呢 被冤枉了 他跟你跟他说 战火重燃 这个刚刚我们研究过这个被告方的Skeleton 然后尤其是他们引用的这个authorities 还是非常详细的 他们是有多少啊 我这么讲吧 笔统 然后刚才传过来的时候传了好久 有五百多页 五百多页 五百多页 对 那当然他们是设计了将近二十个case 然后还有 差不多 case我们可能差不多数量 好吧 现在还有四分钟时间 希望大家利用好最后的四十分钟 好吧 相信他们 可以的 没问题 我反正时间有点紧了 反正时间有点紧了 五点之前一定要过去 交换框架 交换框架 好 好 加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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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游戏那段我还没弄进去 那你来换 我换 我换 我就换 你来换 我去关心一下我们小朋友 这次四个代教律师也不能 置身事外吧 是啊 代教律师也跟他们是一起的 那是 你俩怎么样 来了准备 还有半个小时了是不是 对 是你自己负责的吗 我和萧阳 然后每个我合了四部分 然后你们两个人负责一个部分 黄凯呢 对 主要是 明浩弄的 还有半个小时 那真的有点潮汽 是的 加油 三十了那个共享文档里 所有内容都不要改了 把那个弄出来搞格式 胡明浩始终有一种 中流砥柱的感觉 安排流程 金是一种技术总监的感觉 负责专业上的把关 其实现在还有谁的 弦柱部分是还没好的 现在那个弦柱已经全 全好了吧 那我先改编程吧 然后我们就跟 我现在改编程 我也在改 你是在 抄了一页 我来改吧 我来改吧 好吧 好吧 我就觉得可以把我们的 论证的部分减少一点 没事 我先把那些 缩紧 没用的缩紧全给 没用的缩紧 缩紧真的很占力 减少那个字符 改格式 这个真的要花很长时间 这个要细致 如果阅读材料里面出现了的案子 但是我们在弦柱没有提到的案子 加不加进去 阅读材料里面有 不加吧 但是法条的话还是可以加上去 法条要放在 律师的网络的最后 先放案子 然后再放在决定 二十七分钟 好 终于 我要着火了 我到DDL最后的时间 我就什么都看不进去了 有一种 火热 着火了 不能去 还有很多没干 我觉得 我觉得我可以 你可以 这个还有十五分钟 如果没有能够按时 递交Skeleton的话 恐怕大家所有人都会丧失 这一轮课题的KPI 是 这个很关键 好吧 所以十五分钟时间 请大家务必抓紧了 我觉得他们这些代教律师 总给人家什么 最后十分钟了 四十五交给我 就这种时间的压迫感 这是职业的特殊性 律师这个职业就是没办法 说一不二 严谨是一个必要条件 为什么不能粘贴 我先把东西贴上去 你贴上去 脸都红了 虽然我不想喊你 我们的案子是要有一个 那个压缩包 把所有的案子那个 刚好说这个 现在搞这个 我把我的发权 如果那个没咬到 你跟我说 PDF直接发群里吧 我感觉把自己那一部分 都打个包发到群里 然后我把它全部总结到一起 也行 对啊 这样快些 我可以解压 好的 哪个压缩包 我所有案子压缩是吗 不是不是 现在我们要所有 那个案子的判决 完整版PDF 对 就是他们之前 发到群里的那个文件 对 他没跟你说话 我有 别急 别急 只要能解决问题 他跟谁说话 都无所谓 我每次到这个时候 我手都会抖起来 案件 我都觉得 你好 第一部分用到 九个案子都在群里 我都知道 是吗 我再调格 你 你确定有九个案子吗 抓紧先把邮件发了 好 这十分钟了 总之好像还挺多没确认 绝对不能压着那个 踩着那个点 是的 至少留五分钟空出来 对 就五十五一定要发 是 你万一这个 就是断个网 或者说那个 发的那个软件有什么问题 咋办 这个 十分钟 你看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好 谢谢 加油 打包 我觉得他们手都在抖 我的手已经在出汗了 是的 五十三了 张亚齐的手好快 你那已经搞完了吗 这个Skeleton搞定了 Skeleton你把它变成PDF 发到群里吧 最后就好有交PDF吗 那我同时也 整个PDF 先不发群 等发了油件 我再发群了不及了 王毅你没把 organized and serious crimes ordinance 放进去吗 哪个 你没把这个放进去吗 这不是我搞的 我只能用了Case 不可以 用Case 那你给他发一下这个吧 最后五分钟 还要改内容 我们一加法题 只需要一位 寄Skeleton和Authorsities 给我就可以了 好 你用来证那个 认识的预计 就先这样吧 就先这样吧 但是我们现在Skeleton 最终党是在红林浩手上吗 改啥 他没把法条加进去 他用案例加进去 但没把法条加进去 把他把那个法条刷给我 我让他可以 他要先用改文章 然后用文章再换格式 到PDF 而且文章加了东西之后 格式要重新调 要看他们很搞笑 为什么都要 拖到最后一分钟 我都替他们喘不动气 更紧张了 我有点写好了 现在就等发了 这个怎么导出 你就复制粘贴吗 复制粘贴格式不对 音响 可以 分享不对 等等 问一下 我们现在只插这个了吧 是不是 明昊 这个咋导出 是不是 这种改革的 全新谐 相机身体现场 净 下assa都本地 天哪 最害怕这个转 我看点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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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58 八五十八 不是 她应该 她应该是下子 这么慢 你们那边也倒一下 那是我倒 快快快 好像倒出了 好像倒出了 好像 还有一分钟 一向最后一分钟 果然被你说中了 无法访问外网 看到那一页真是要崩溃 无法访问网站外 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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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谁在发 谁在发 郭明浩发了吗 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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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明浩是对的了 不管是这样 先发 我明年那个 原告是谁 被告是谁 都没有赶 我们没有他的名字 还不用改 最后时刻 他没有参与任何人的这个 他加进去了 厉害 然后导成了PDF 厉害 再重新打包 吻 哥们儿就有一个字 吻 力挽狂难 他走 时间 五十九 发了 郭明浩发了 发了 开启枪了 最后一分钟 你吓死我了 厉害 厉害 嘴唇都紫了 看着都喘不动气 什么叫隔岸光火呀这是 是 先给你们鼓个掌 先给你们鼓个掌 最后一分钟发出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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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我在里面看到外面好热闹 搞得 知道了吗 没有那个门间比较大 最后的话还在等 按出他就没问题了 他会有一个内部平易 然后稍后的话 我们再会做出我们的决定 我见你们都站起来了 我见这样 我们都是坐着 我也想坐着 但是Kim站起来了 我就站起来了 我不敢做 我们做的心眼里的 不是我说的好慢好慢 没事就 我没说完他就 嗯 对啊 我是看见刘绿 不是他说 这是三分钟的意思 不是你OK了的意思 我也以为是OK OK 我还以为他说 OK 不用说了 我还插两句就说完 然后他就 然后我就不敢说了 我就马上坐下来 然后他 他可能说说得很好 OK 说得好 OK了 不用说了 然后我就马上坐下来 我话都没敢说 是吗 哎 符号的重要性 我天哪 手势同意一下 哎 请我们所有同学 然后倒下二号会议室 哎 符号的重要性 我天哪 手势同意一下 哎 请我们所有同学 然后倒下二号会议室 哎 请我们所有同学 然后倒下二号会议室 绝对刘律 但是我觉得我说的点好像错了 你别错了 我帮你预言了 嗯 看刘律是一脸得意的 好呀 那个 非常感谢 然后刚才四位勇士的模拟回应 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然后呢 我相信每一位都做出了非常精彩的 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在我们四位代教律师 然后集体商议之后的话呢 然后综合考虑到模拟法庭上面的 整个的一个礼仪 表述 然后还有整个逻辑 架构等呢 那最终呢 我们还是决定 Kim 胡明浩 那最终呢 我们还是决定 然后是由胡明浩和Kimberly呢 代表我们这一次的八位实习生 出展香港的模拟法庭 对我猜中 名副其实 都必须共同努力 然后一起圆满完成本次的课题 帅 这么帅吗 天哪 哎呦 哇 哎呦 好帅 帅到我 哎呀 最后十分钟 那大家一起把材料分一下 这个给我 我把它放一张 这个 对 然后这样是Holly 三个是听处理 听 凯哥 这个好了的 完全好了交给你 这么多东西 就很真实 很多律师就是出去出差 都是带个行李箱 里面都是卷宗案件材料 我的天 两份了已经 再来一份 要答案例的话 有很多的案例准备 对的 行两 算算一样 那就刚好 一定写的是稿子 还是论点 我写的是Full Script 如果时间充足一下 的话 我也写了 写成论点 然后多读几点 那进去有时间 我可能要写一再关于Policy 没准备什么 那我们准备好了就出发吧 好 好 坟岭裁判法院建于一九六零年 是新界第一所裁判法院 是新界第一所裁判法院 在二零一零年 被列为三级历史建筑 法庭最公平 公正的地方 对不起 公仪一样坐在这儿 坟岭裁判法院 同时也是许多优秀影视作品的 趋劲 唯一值得我们这样做的 就是希望这个世界是公道的 太帅了 我看不得这个画面 太帅 我也觉得这 这 这也太帅了 我觉得一个律师 一定是要灵活 可靠 要与时俱进地学习 我希望用我的法学知识 和创新的想法 为人民服务 我希望变成一个 更加靠谱的律师 来了 好酷啊 加油 加油 太帅了 那个发色都亮着光 听不好搭这身衣服 来了 看看对面怎么样 一看就学习好 一看就学习好 田田老师讲一讲 学习好的外形又拿几个特质 眼神坚定 底气足 我的天啊 好有威慑力哦 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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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被告放的律师 Sania Henry Lee 分别是香港办公室的 见习律师 以及实习生 他已经是见习律师了 就是他的级别 比实习生再高一点点 好 好紧张 打扮 打扮 我 这抽层我挨住了呀 好帅啊 中间这位一看就 一看就非常有姿势 在路上看着他 都觉得他是法官 你不认为什么 黄继尔大律师 是前检控官 及政府首席律师 王黎大律师 是我的大师兄 是香港大学最早期 从内地招收的法律学生 两边的经历都有 侯柏生律师 宋变律师 在香港总共才90多位 侯律师就是其中一位 的宗教室的宗教室 Kimberley 她第一个出来 她讲到还是很有气度 她的这个陈词的无论是清晰程度也好 口头表达的速度也好 及她的仪态也好 都还是不错的 好帅啊 这一课 In the present case, the defendant was a knowing recipient The requirements of knowing recipients are set out In a adjun and Proprietary company Proprietary company Proprietary company Before you proceed I see that you have paragraph 6 talking about constructive trust You have paragraph 7 talking about knowing receipt Now I just want to make sure what exactly is your course of action 法官会第一轮就会打断问问题吗 对 他想要确认清楚你们的诉求到底是什么 这个是很关键 是一切的基础 哦 有一点点打乱了他的预期节奏 It seems that constructive trust as a result of a fraud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from a knowing receipt 这是传销纸条 这是传销纸条 看 看这儿 看这儿 And my lord for Mr. Ku would address the court on this issue So what I'm asking is that Well if you are your course of action is knowing receipt What is the relevance of paragraph 6 talking about a different course of action Oh 对 他第一个诉求应应该是推定信托 对 第二个是不当得理 这两个方向其实跟之前 对 但是他又提到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知情收受 所以法官就在问他到底是以哪个为诉应 My lord the logic of the plaintiff's flow is that First we'll establish a constructive trust as between the plaintiff and the fraudsters The defendant as a third party assumes liability as a knowing receipt And she makes herself a constructive trustee to distrust by knowing receipt The relevant fact is that The sum was transferred from a fraudster's account to defendant's account And breach of constructive trust by mistake Yeah I don't see a knowing receipt here Oh 天 现在的判例都是论证推定信托这一诉应 这点显然也是被告的痛楚 但是他现在想用知情搜索来引出推定信托 而没有正面回答法官的问题 这点是不对的 Mr. Chu my question is very simple That knowing receipt is not a cause of action that you plead it If you have the question number one is Is it a pleaded case Number two If it is not a pleaded case Can you argue that now Our perpetual claim is based on knowing receipt On first a constructive trust So my question is Knowing the receipt part of your pleaded case Can you argue that now Is it a pleaded case I'm not a happy relationship I've got adeal This is your boyfriend That is your兄弟 Is it a deep reason I'm not a good answer I mean I can't stand up I's a great relationship You know I can't stand up 那是回答 我的老师 是的 裁判已决定 不决定 不决定 哦 他直接放弃了 退了 HECF 306 2021 首先 没有购买 但是 裁判没有购买 购买 没有购买 买 發生了 培aste for 发生 发生 小心 人 那是 发生 未切 图 请我跟我的同学朋友 去继续他的案子 是 拜托 明昊要走分二五分钟 我现在需要砍了十三分钟 何明昊要减七分钟的词 现在留给何明昊的陈述时间有限 而且朱绰莹对于 建议的论述不够完善 袁高峰主打的论点 就谨慎不当得力 好晚了上门 oblig闻手 Mask弹起来 砍减叶 即应当案子 有四个问题 第一是 得笑容的 第二是 得笑容的 Peter 第一是 得笑容的 四个 是 有任何准备的 我们会对这四个问题的与其他问题 还有经验 没事 开始了 我们认识了 判断是有利益 利益需要利益 这里 按照第19 级8 的沙发 判断是有利益 我认识了 我读的是 判断是承识 想要承识 你这样做 判断是承识的 而且赌道 什么意思 我认识 地方 你们能不能接受 战状的 人不会有温暖的 通過不公平的委託 根據《XXX》BANK vs PANXXXX 當它改變的位置 改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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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XXX》中 我們三人 聊天 和各隊的表現 我必須說 這是很難的決定 讓我們做到的 這是無論的 勝出的隊伍 應該是 關鍵時刻要到了 應該是 選擇隊伍 好 亮燈 KPI 全隊KPI 全隊KPI 我覺得他們整體 陳詞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 男生還是在氣勢上沒有輸 然後在這個陳詞的表現的方式 包括回音的節奏或者怎樣 都還是可以的 還可以 我也同意 因為他 他知道他的問題的 這個要點 痛點在哪裡 對 我剛剛就是看到這個 袁高仁那邊的 合作的方式 首先這個朱同學 他被問到一些比較 堅決的問題 他旁邊的同學 胡同學 就拼命地寫筆記 然後交給這個 朱同學去看 然後朱同學看了之後 就是做出了一些回應 對 辛苦了 辛苦你們了 辛苦了 真的辛苦 大家都辛苦了 好 終於完了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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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我剛剛沒為你捏吧 但是我們結果很快 但是我覺得沒有做得很好 已經很好了 已經這麼好了 已經這麼好了 不是一場那種 水淫泄地的 酣暢淋漓的勝利 但贏的還是實至名歸 表現得很好呢 但是我們後來 但是我們結果很快 我覺得能夠堅持下來 就真的很厲害 對 而且做回應的時候 其實就是更好 對 對 對 那時候我覺得表現沒有很好 已經很好了 OK 我也知道有一個壓迫無言 我都覺得 所以你就是還能回應他 今天已經很好了 我感覺 前妻不問了好多那種問題 你心裡組織也好強吧 嗯 不好意思 可以回來了 你該看了 同學們 一聲嘆息 為什麼要嘆息呢 怎麼那麼這麼嚴肅 對 隊友不說贏了嗎 他們四個上去了嗎 我們就 就站這邊 行 站著吧 我覺得是起一個範 然後鼓勵 恭喜他們 對 對 那這個現在我們就來公佈 課題的KPI 好 有沒有人想猜一下這個 我們最後商議的KPI 是多少 多少分呢 一百 我覺得是二十的三十 三十 我也覺得三十 或者大家覺得自己 值多少KPI 我甚至覺得會不會是一個 三十的四十啊 說吧 淡淡一點 你可以說 給不給是另外一回事 三十 我覺得應該是三十和五十 哇 你要給少的就是你小氣 有了 但是這個KPI 是我們四位代交律師 合意的 國不能一人揹 很嚴謹 那個 我最後來宣佈了 這個KPI是多少 KPI是多少 我們每一位的實習生呢 都獲得二十個KPI 好 然後呢 胡明浩以及Kimberley的話呢 還會再有額外的 也就是每人呢 總共三十KPI 好吧 也是恭喜我們每一位實習生 再次給大家一點掌聲 果不其然 真的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完美命中 我剛剛猜對了 二十三十 我也是猜的這個 是想進 看嘛 跟曉明哥也進 我們倆猜的都是三十和二十 就是一個穩 Kimberley覺得你剛剛 在場上的表現怎麼樣 我覺得還有很多 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我們考慮的 就是純純的法律觀點 但是現實裡邊 可能不容許我們 把這些法律觀點 全部都運用出來 尤其是訴訟律師 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 在這個經驗裡邊 我發現我自己真的好愛 好愛當一個訴訟律師 那我覺得也是這個今天 Kimberley的一個大的收穫了 因為我們今天作為模擬法庭 他很多時候其實有一些提問 他是故意想要給一些施壓 看一下我們幾位 在模擬法庭上的表現怎樣 那所以說可能之後 我們在法庭上面 是比較更加的這個 有自信一些 包括在法官的這個攻擊的時候 也要迎頭痛擊 或者說直面 這些法官的這樣子的 一個挑戰了 總體還是值得表揚 大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通過團隊 能做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我覺得是不容易的 為大家鼓掌 好吧 加油 不容易的 辛苦辛苦 兩位工程 抱了個洞 這樣嗎 這抱了個洞 啊 我也抱了一個 就是 我在那場上待了一個小時 這兒長了一個 這兒起了個粉刺 不僅一個小時 壓力洞 好慢啊 好明顯 對吧 就是今天抱的 早上還沒有 沒事啊 你們都只是抱個洞 我都斷了韌代了 為什麼 我就拿這個來鼓勵大家 哈哈 你們經常吃個好醬 嗯